大家好,我們的產品名稱為 正式珍奶,沖泡式珍珠奶茶 目前每年來台觀光人口余達1000萬 因美食慕名而來的人潮更是大宗 證明台灣的小吃已經站上了世界的舞台 而珍珠奶茶正是台灣小吃的代表之一 但對於亞洲以外地區的人們 需要為了享用美食而就策勞盾 即是一個理由就讓半數以上的人打退堂鼓 也與台灣的美食無緣了 走向國際化的台灣 越來越多出國深造的遊子 離鄉背景獨自在外難免會有思想情懷 心裡想了家鄉的人們 嘴裡也想回向家鄉的味道 有這樣的需求卻無從求助 長期折磨也是無可奈何 為了解決以上的問題 我們討論出珍珠奶茶轉換成沖泡式了 讓顧客不管在何時何地 都能享用最到底的珍珠奶茶 也藉此讓世界更了解台灣文化 台灣的食安問題日益擴大 食品是否對身體造成傷害 也成為顧客購買意願的新指標 珍珠奶茶也曾在2013年受到衝擊 有黑心廠商為了讓口感更彈牙 違法天價一種順丁吸二酸乾的化製澱粉 長期食用會導致急性腎衰竭 雖然現在毒澱粉問題已消失 但還是有許多潛在危險因子 譬如色素的添加 接下來我要介紹作品特色與創意特質 為了確定產品的市場性 我們為產品做了SWATS分析 SWATS分析裡優勢有 具備便捷性與傳統風味 不受產品的意識性影響 不需要專業人員銷售 粉圓採乾燥方式增加有效期限 單價較低 無論自用或送禮皆合適 我們的劣勢有 無法客製化 手工製作較費時 我們的機會有 外國飲料店 並無製作珍珠的技術 現代人注重健康飲食 網路購物商精無線 我們的威脅有 飲料店零利市場競爭 接下來是我們的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流程是 確立題目 資料收集 實驗研發 問卷調查 訪談 分析結果 結論 依據典故及原理 我們探討了幾個問題 1. 色素問題 根據國外研究 持續使用 使用色素將產生不必要的風險 特別是孩童 會促使患有過敏症狀的人 產生反應 削弱免疫系統功能 引起過動症 焦慮 和行為問題 甚至癌症等多重危險 為了延長保存期限 則加入抗氧化劑 最後再加入有牛奶香味的香料 使用氫化植物油成分的奶精 含有許多反式脂肪酸 作品功能與操作方式 作品功能有 製作珍珠時不添加防腐劑 以及雨色素 降低顧客對產品的疑慮 使用熱風乾燥技術 增長珍珠保存期限 包裝設計 本產品Logo為CrowGrow 電腦繪圖 軟體 製作 結合中國窗花概念 以代表吉祥的紅色作為底色 並且用黑色線條勾勒出圖騰 表達濃厚的東方氣息 製作歷程說明 製作流程 首先 秤料 步驟二 黑糖加水組織溶解 步驟三 熱糖水沖入素薯粉 攪拌均勻成團 步驟四 將成團的麵團揉成小球並沾粉 步驟五 滾水煮10分鐘 燜5分鐘 步驟六 沖冷水放涼 泡糖水 研究結果及建議 經由這次的產品研發 我們建議往後的商家 可以嘗試真空冷凍乾燥技術 來延長珍珠的保存期限 因為此技術不易改變產品之負水率 市面上普遍使用的熱風乾燥技術 會產生 使產品色澤變暗 形狀縮小及負水率變小之情形 真空冷凍乾燥技術的優點為 產品保有乾燥前緣型 不產生變形收縮 且乾燥食品的組織為多孔質 使用時以泡水及熱水 即可快速吸水復原 接觸水